亲爱的对方姐妹平安 愿神的话语称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今天来看菲利比书第四章第五节 我们继续来思想关于主已经进了这句话的意义 那前面讲主已经进了包含主的掌权 以及包含主的同在 那我们今天再分享这包含主的再来的意思 那主已经进了理解为主再来 这是许多读经的人比较容易产生直接的一个理解 那虽然不能说错 但这样的理解其实不容易跟这一段的前后文构成 有意义的具体的连结 所以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进了 而我们要有谦让的心要常常喜乐 那这样子的一个连结性其实是比较弱的 但有的人说那是因为那日子来了世界都要改变 现在所遭遇的委屈逼迫苦难 所遭受的损失破坏伤害就都不值得计较了 这是一种理解方式 那也有人理解为就是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等到觉苏一旦来了就会进行审判 而但是在这样子的一种理解里面 往往会蕴含着一个状态就是认为主的审判 就是替他们伸冤替他们出气 然后使妻他们的那些人呢就是遭受这个教训 但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它反而是反映出 落在苦难委屈的这种不甘心的情绪 或者是反映出面对环境无力抵抗 但是又没有办法胜过肉体里面的不平跟不满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如果把保罗这句话做这样子的一个理解 那么其实前一种它有点像是无奈的放弃 那么第二种就其实往深的去思想 就还抱着一种报复的指望 那其实这个就跟在主里同心 存千让的心是不相合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说主已经近了 这句话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指着基督徒心里面存着温和谦逊的状态 就能够和基督的灵十分的接近 也就是说主同在的能力跟影响力 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使我们能够进入到祥和喜乐的状态里面 而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有平安有喜乐 那它就会影响他所面对的人事 那么也会使他们的感受 认知跟态度都会有所变化 那如此一来 同心与喜乐自然而然就能够得着 那另外一方面 当我们在承受着 不论是从内在肉体的诠释 或者是外在恶意的攻击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努力使我们心里所存的善发出来 能够与恶征战 这种内在肉体诠释的征战 其实是我们这一生都要面对的功课 当然我们期待新人 也就是属灵的生命能够日渐的兴盛 而我们的旧人 就是我们要与主同定死的属肉体的本性 这个诠释能够渐渐的衰微 这是我们的期待 但是再怎么属灵的人 其实他属肉体的本性 再怎么受约束 再怎么微小 其实也都还存在 所以就告诉我们 应当要存着智慧的心 然后要客观的理解 并且意识到 其实我们确实是处在 我们属肉体的本性 以及外在两股势力 相挤压攻击的状态里面 这是确实是有的 那这也是主所预备给我们学习的课程 所以当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其实上帝要我们做的 按照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 就是我们要把自己放在 谦让的状态里面 然后让这个谦让的灵 从我们里面释放出来 显明在人前 也叫众人之道 那么当我们做了 神要我们做的 那我们的谦让 能够产生什么样子的能力 这就是当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 那这就是十三节后面所说的 那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其中的一面的意义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主已经进了 包含认识主掌权 包含要有主的同在 那么以及包含 刚刚所分享的 就是我们要让自己 在谦让的状态里面 与主的灵能够贴近 那盼望我们都能够从神 领受这样的能力 而领受这样的能力 做这样子的操练 其实是圣经里面 使我们能够常常喜乐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能够靠着神 能够常常的喜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